保罗为什么活得这么的宽阔 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 荣耀的盼望跟应许 有了这个就胜过其他一切的所有 谁能像贾博士拥有这么多呢 但是即使就像贾博士拥有这么多 他说什么 我曾经拥有让我感到得意的 那些社会迷惑财富 在即将来到的死亡面前 你全部都变得黯淡无光毫无意义 就是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 神提醒我们 免得你赚了全世界 结果其实你拥有的 在死亡面前全部站不住 有一天你再追求了你全部 可是当有一天到来你才发现 那些东西没有一个管用的 在那个面前死亡面前全部崩溃 全部崩溃 上帝劝勉说基督徒你不要变成 你的人生变成的是这样 你所拥有的一切结果到后来却是 却是一点都站立不住跨不过去 在那一刻的里面你后悔你懊恼你哭泣 可是什么都没有 基督徒这才是为什么保罗劝勉 不是财富不好 不是金钱不好 但是那绝对不是最重要的第一追求 你拥有的再多 结果人所拥有的在死亡面前全部崩溃 世人看似拥有很多 忙忙碌碌 可是他们不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 而我们却知道在我们人生的终点 有一个荣耀的国在等着我们 你知道吗 这给我生命里面多大的宽阔 所以说真的 今生对我来讲 这些都不重要 我已经知道我的终点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的未来 这是每一个基督最大的喜乐 我们知道我们未来 等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荣耀的国 耶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才是 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这才是重要 重点 所以对保罗来讲 你知道为什么要那么豁达 因为他已经得到那个最重要 他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 如果你明白这样的这么伟大的事 说真的 今生我们或富足或贫穷 甚至什么都没有 好像没有 保罗说我看事与五 所有却是什么 样样都有 看事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 保罗为什么活得这么的宽阔 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跟应许 有了这个就胜过其他一切的所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